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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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担心这种蓝色的偏光涂在脸上是一道吧 但是实际上它的光泽感还是差到好处的 不会说一道蓝光飘在你的脸上 像一条蓝光盖一样 没有这样的情况 03号色 维纳斯 是一个紫色里面偏粉调的颜色 粉纸粉纸的那种天光 很好看 04号 赞美色 是一个香槟精的颜色 这个的话就比较日常 画鼻头 画高光 打亮眼头都可以 是5号色 秋彬特 视频里面可能看不出来 实际上它是有在睡眨的 我把图片放在主边 是属于比较高亮的那种光光也不算是吧 反正里面有钓片在 这是最后一个颜色 信仰者 我平常会用到的比较多的颜色 6个颜色 全手臂展示在这儿 我知道大家一定会让我挑一个 我个人最推荐的色号 或者是最喜欢的色号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6号色 信仰者 因为我平常画高光画的会比较少 我会画的鼻梁还有唇峰这一块 我一般会用到这种比较通透的高光 个人很喜欢6号色 而且它粉色是很细腻的那种 不显毛孔 戳重点 不显毛孔 接下来的是这个欧地元的身体颜 然后它有给我寄到两个版本的 一个是这种 挤出来的妆的 一种是这种的 实际上两者并没有区别 只是包装上的区别而已 那我个人更喜欢这种方便鞋带 出门的话也好带 然后它这个身体乳是有香味的 如果你一直关注我的视频的话 你知道我这个人对于香味的话 我很挑 然后它的香味的话 是属于那种比较香的那种香味 有一点像香水的味道 但是不是很冲鼻的那种 我个人是很反感那种 特别特别冲鼻的味道 然后把它涂在你的身上的话 是属于比较滋润的那种 而且它会变白 现在我们把它涂抹开 涂抹开以后能看到吗 它是会变白 但是它不是那种假白耶 而且还是比较水润的那一种 大家能看到吗 就肉眼可见的白 至少白一个度这样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内色也有涂 内色也是可以变白的 就是如果你本身皮肤 是超级超级白的那种的话 可能白不了很多 因为你看我内色区别不是很大 这一块我也有涂 我两只手区别就不是很大 但是外圆的话 哇这个对比很明显了吧 它不是那种死白 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水润的 因为我的手部的皮肤的话 是比较干的 这也是阿南经常问我 为什么千柯你四色那么显色 我说我的手出来不出汗 特别特别的干燥 忍不住的想问一下我的手 真的好香哦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 郁 这个品牌它家给我寄到的 控油泡沫解面 还有它家的温和去角质折衣 给大家看一下 它家的外包装是等那个样子 走的是那种极简清冷淡卦 性冷淡风的 这一款控油泡沫解面的话 它里面含的有年轿提取物 叶葛提取物 还有姿母提取物 这些提取物的话 主要起了一个调节 油脂分泌的作用 然后这一款解面的话 它是氨基酸解面 氨基酸解面的话 对于皮肤来说 就比较温和 刺激性比较小 相对于皂肌的解面来说 然后它就是如果你洗的话 不小心掉在眼睛里面 它也不会拉眼睛这样 这一款泡沫解面呢 我一般是早上使用 然后仪式的用量是以后 它的泡沫的话 是属于比较丰富的那种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泡沫是比较多的 能看到吗 就就就就就这种 泡沫很绵密 然后洗完也是不紧风 比较润的那种感觉 洗完粘以后呢 我会用到它家的这个 轻敷毛巾 这种是仪式性抽取式的 这种的话 比那种美容巾的话 更好用 清澈 真的很柔软很舒服 更好用 如果你们一直看我的视频的话 知道我这个人对于味道 是比较挑的 那这款 泡沫前面的话 我觉得它的味道 是我可以接受的 属于那种比较小轻轻的味道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 来自于玉的 温和去角质肘蜜 它的这个去角质肘蜜 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是那种真空瓶 压一点就往上走一点的那种包装 关于皮肤小质的话 过薄过厚都不好 过薄的话你的皮肤容易过敏 容易泛红 过厚的话容易堵上毛孔 容易长粉刺 长臂口长痘痘 所以像我这样的大油皮的话 我也会定期的去角质 那我使用的频率的话 就是一周一次这样 这一款去角质蜜蜜的话 它是那种凝胶质地的 是这种凝胶质地的 比较清爽 那我一次的用样的话 大概就在两份左右 这一款的话它是凝胶质地 然后触感的话是比较清爽的 我大概用了这么多 这个用样是比较省的那一种 我的话因为是重度油皮 我大概使用频率是一周一次 如果你是中性皮肤或者是干性皮肤 那可能就十天一次或者半个月一次这样 它能够温和地去角质 它家的话在京东的话是有旗舰店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它家的京东旗舰店看一下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个蜜野天神的蜂蜜 长这个样子 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新 这个蜂蜜的话是猴哥的品牌 猴哥是谁不知道大家有影响 如果你一直看我的视频的话 猴哥是我的大学同学 对 然后我俩的是塑料兄弟情 我约了他至少一个月以上 天天约他打游戏 不管是司机还是王者荣耀 都约不上 我觉得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 根本就没有我 一点点的位置都没有 我生气了啊 猴哥我生气了 约你打了半个月 到一个月时间的游戏 永远都排不上套 每次跑他他都不理我你知道吗 我早上给他发了消息 三天以后才回复我 生气了生气了 猴哥的这个蜂蜜呢 是他大三的时候 他就有开始创业吧 然后今年终于有看到 他这个蜂蜜上市了 他这个蜂蜜的话在 呃 网上是没有卖的 他是开始提点的 他现在每条去做蜂蜜去了 他这个蜂蜜我有吃过啊 因为我个人是不太爱吃甜的东西 然后呢我会把它和水喝 可能就早上起床 然后说完口以后来一杯蜂蜜水这样 就是通畅一下 希望自己状态好一点 我就会棒一点 我大概吃了五六四吧 因为我真的真的不太爱吃这一类的东西 嗯 在这我还是要向猴哥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虽然你的心里没有我 但是我的心里有你你知道吗 我的心里有你 唉 塑料兄弟请嘛 就这样 接下来呢分享的是塑料姐妹情 是哪个姐妹呢 就是陆北 唉 这是塑料姐妹给我寄的一箱吃的 唉真的还怪好吃的 我看里面有什么啊 一袋啊 两袋 都是这么大袋的 能看到吗 我这袋都不好吃啊 反正特别特别的大袋 我也没有把这个箱子蒸了 因为我觉得东西好多 然后里面还有这种麻花 哎 我记得里面还有一条红茶的 姜糖红茶吧 可能他知道我身体不太好 跟我记得了点姜糖红茶 谢谢陆北啊 再次表扬这个小孩子 陆北的话 他好像是零零年的吧 就和我妹妹一样大 我觉得他挺好玩 陆北啊 你那个给我寄的东西呢 我最近每天都在吃 我找到这个姜糖红茶了 在这儿 在这儿 姜糖红茶 我最近天天都有在吃 非常的好吃 如果我吃完了 我一定还会等你再给我记一点了 每次前视频 不知所措的时候 我就会来一包 我都吃了一个多星期了吧 才吃了半包 还有 一带这样 这个小伙子啊 很给你 表扬表扬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我认识的UP主啊 他给我寄的产品 我养户寄产品吧 我给他寄的不是雷瓶 他给我寄的是雷瓶 我给他寄的是 丽云的眼影盘 因为是上周还是上上周吧 我记得不太清日期了 就大概就是这半时间吧 我出了亿云的眼影盘 然后就有小伙伴 就去评论 然后评论呢 我看了以后我也没管吧 因为有一些评论 确实看了是有点杂心 但是呢我就忍了 然后那个小伙伴呢 就给我私信了 10条还是20条之多啊 然后给我说了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然后我就找不到地方消化 然后我就和二娘说 我说我觉得这眼影盘 确实就这么一回事啊 我说的很明白啊 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然后我说我给你寄一盘眼影 你感受一下 是否像我在视频里面说的那样 然后二娘说我给你寄一下 麦克的妆钱 还有这个妆钱乳吧 让你感受一下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难用 但是别人都觉得 你肯定买到假货了 要么就是你复制的问题 然后二娘就把这个妆钱乳寄给我用了 二娘给我说这个妆钱啊 麦克的妆钱 用在脸上会溜冰 昨天我用了一下 昨天没有出现溜冰的情况 今天真的有 我发现他如果你在妆钱之前使用了防晒 再涂妆前乳 再涂涂涂涂 你的底妆就是会跑你知道吗 你上在上面它是有方向的 就留在表面 就根本就不贴脸 这个我是认真的用的 这个呢还没有机会尝试啊 哎呀我用了以后我再和你反馈 反正这个呢我心里的真的不好用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也是一箱啊 你不要以为它是好万多的螺丝粉 如果你以为是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它实际上是浪卫鞋 然后还有浪卫鞋版的熟米片啊 我为什么来和大家分享浪卫鞋 啊我们有那么异箱在啊 我上高中时期我读的是文科版 然后我们班男生就特别特别少 我们一个小组的都是女生 那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呢 应该算我们班班班花的那种吧 然后我呢属于什么类型的存在啊 高中时期我就是女屌你知道吗 我每天就坐在那啊 然后我们班这个同学 就有很多男生追他 他每次来就背着一个书包 这么辛苦的 他里面什么都不是 都是零食 就是浪卫鞋 然后每次他这么多零食呢 他都吃不完 他至少会分一半给我 然后每天呢就在那吃吃吃 然后那零食里面就有浪卫鞋 浪卫鞋的话我觉得最好吃的 还是那个卷卷的那种是最好吃的 非常喜欢 然后这一箱浪卫鞋呢 我还是熟米片没吃完吧 浪卫鞋好吃千万不要贪杯 因为我真的就是好像那几天 我一天吃了三四包浪卫鞋吧 然后我呢就是那个口腔上黏膜是比较薄的 然后我就吃这些把我的黏膜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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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